其實是說要來收費 在最近全台灣的營費都很幸福 也住在民眾一層收營費的這條 你算是說在最近 僅是市上堂摩地準備要到設定收費的帳戶 不過在加法中學的蘇生 他們是想要在春天的冬季 不想到美麗的營費費率 不用一座樓走到山頂 因為好好在三棟前收進海的營費 在今年就很幸福 每到下個時間正是起營很多老師和學生 固執在家裡收營費 也讓加法中學的航空裡面 是充滿的春天的氣息 我們人家的營費費率勝負 在在在頭下競爭的美麗賣人 不過不能當作這是什麼第一名的收費經典 也不是在高海伯的三区 這個地方是加二次加法中學的航空 阿里山營費幾年了 要去山頂收費 尤其是卡到貨貨貨貨貨 不過加法中學的蘇生 他們不用到山頂 可以欣賞在這美麗的營費 好好在三棟前收進海營費 一棟比一棟更大 每棟全天都會開支美麗的費率 這個地區我們是種植黑板樹 那我們想說因為黑板樹把我們的地板的根都刨掉了 所以我們當下會覺得說 我們很多人都要到嘉義縣的阿里山去賞櫻花 那我們學校又在嘉義市地理位置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我們想說造福我們嘉義市民 讓我們嘉義市民不用上到阿里山 也可以來嘉華中學看櫻花 因為我們嘉華中學的櫻花開了 就像我背後的櫻花樹一樣 下課的時間一到 學生總是嘉義到營費場的家來開港 學會 想要在整體看到營費 不必要到鑽定人客人 在學校裡面 來當真有限的欣賞 學會照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覺得 每天來到學校看到這年美麗的經典 真正是很幸福的 西新新聞 中右邊 王小三 嘉義市 蔡宏寶都